這個白宮的這個峰會 那這個這個這標題是我下的 這個是我們國內 這個是蘋果日報他下的 這個代表什麼意義呢 白宮也焉 裡面的最重要的聖誕老公公 這就是我們的拜登總統 他的白宮高峰會 他是直接在白宮裡面開會 他把台積電當自己人 我跟你講重點還是 這是當然這是蘋果日報的解讀 認為這是自己人 那在這裡面 他喊出了發展半導體 還有這個美國白宮政府要花錢 但是主要啊 還是我們劉登英劉董事長 台積電董事長他講的是 美國廠他等的就是這句話 美國廠將是史上最大的國外投資 這個部分 我說實在看你怎麼樣去細細解讀 他中間的細節 那那個台積電是夾了技術優勢 因為你所謂的成功以及量 我們一樣就回到 這個如果你設廠美國廠裡面 美國史上最大的國外投資 誰花這個錢 這裡面就是問題就在這裡 台積電已經確定 他大概至少花120億美金 剩下誰錢出 錢誰出 是不是這個美國政府他願意出多少 那他目前為止對外講 他500億的這個 500億會再去補助 這個半導體嘛 啊問題是在這裡 你這個半導體500億 裡面是多少補助intel 裡面有多少有沒有機會落到台積電 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對不對 所以在這裡面 我覺得我們要去細細解讀 拜登爺爺 70幾歲的人 他現在 他在他的白宮 他在他這個橢圓形的辦公室 每天很忙 除了忙疫情 他現在最主要忙的是什麼 是他未來下一步 拿出的最重要是什麼 就是他這張8寸晶圓 全世界目前最重要 他感覺最重要的是 8寸晶圓的晶片 那這個部分目前為止 有些部分我們認為 劉德英認為有一點重複下代 而且台積電裡面 他的產能製程還是有啊 因為這8寸晶圓是曾經創造過 28奈米 曾經創造過 台積電史上 最前一波最重要的脫離來源 現在 優惠是這個8寸晶圓 所以我覺得在這裡面 這個多空的訊息 就看你怎麼解讀 大部分的市場上 我們認為台積電 他裡面短期之內 他的確就 人家Intel說 他已經對外不斷放話 他因為現在 這個Intel其實我們必須要講 這個雖然以前的老大哥 但坦白講 那有一點點可能是過去式 雖然我們覺得講這個話 有點不太禮貌 可是你看一下 這個Intel他說他要 蓋兩座晶圓廠 每一座晶圓廠大概平均 大概200億 200億 蓋一座晶圓廠美金 那可是我們的台積電 他的資本支出光去年 他就280億美元 所以誰大勒 所以在這裡面 誰掌握趨勢 車用晶片 我們的台積電 早就做到 而且這個基本上 都是以新成熟製程 發給他的底下小弟 像是這個世界星際 甚至二哥 這個 像是聯電 聯電最近漲的都這個題材 都已經讓他們來做了 Intel他9個月之後 才要生產這個車用晶片 我跟你講 他的股價不跌才怪 我只能說 我講的都實在了 我們只是就事論事 我也沒有什麼政治立場 也沒有什麼 仇誰 我都沒有 我只是說 你光是以他的競爭力 他還發明摩爾定律的 他還這個18個月 他要全世界第一 你看他現在已經落後台積電 哪裡是9個月的問題 所以 我們的投資人想想看 這個時刻點 我們做這個方面的比較 你不買台積電 你要買誰 像台股很重視誰 就是我們的拜登爺爺 他抱的名牌 比巴菲特還準 有些時候 女股神 女股神 比較衝的比較快 因為他那個部分都是成長 但是現在這個 拜登的名牌 為什麼重要 因為他都給你報訂單 那現在 這個一個8寸晶圓告訴你什麼 就是說 他不是只有發展這個台積電 現在最優越的部分 就是先進製程 他要求 你就是這個車用晶片 這種已經算是成熟晶圓 誰都可以 基本上只要你晶圓廠 大家就可以做的東西 依舊是美國 他要掌握在手裡 就是這個意思 不然他為什麼拿在手裡 所以上次IC講說 台灣要這個可能會在他手裡 好 那現在科技指導呢 這裡面最主要車用晶片 他不是告訴你 只有這個軍用的晶片 啊 這個那個那個台積電裡面的 現在很擅長的部分 他他他要 連這個台積電裡面 以前成熟晶圓算最多的部分 他也要好 那現在接下來 台積電當了自己人 是入場圈 所以你們那個四星KY 那個飛騰的東西 不是要打台積電 這個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只是覺得我們投資人 不用在那邊 把他放在跟四星KY那個嘎在一起 但是四星KY是另外一個意思 來我們趕快來看下一張 好 那現在劉德英 為什麼 大家各位投資人留意 那為什麼呢 你那個拜登爺爺 趕著要在那個白宮 那個 這個半導體的峰會開在他的法說前面 這裡面都有他的重要的用意的 昨天那個 那個昨天我們那個 那個節目裡面 大家都在問他討論這件事情 你幹嘛呢 這是個紅門業 我們去了好處 不會比壞處 壞處不一定 跟好處都是 怎麼講厲害交相關 那可是我們去那邊 除了事成疏忠 那主要就要告訴大家什麼 告訴大家 告訴白宮 我們真的會去投資 投資金額 還是美國史上最大的國外投資 就是要跟拜登爺爺 也要讓他吃定心丸 然後也最主要是要加強未來合作 而且這昨天的這個 裡面 我們講的 我是根據報導目前為止登出來的 除了有半導體業者之外 當然就是汽車啊 這些車用晶片啊 汽車 電腦 電信 一筒一筒拉庫 這裡面報的名牌有哪些 他的基礎建設前段時間 我們跟你講過有台積電的 可以吃到的肉 包括 你那個 5G的晶片裡面是不是要用到 電信裡面是不是要用到 那他那個我們甚至包括汽車 包括醫療 包括現在軍火 通通都會用到台積電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台積電他的未來展望 你15號的法說 一定會開的 相當的風光跟漂亮 那很多的法人 已經提前到裡面卡位買台積電 即便現在投信 稍微給你小賣 那但是我相信15號 我當然也有可能投信 認為說 昨天該講的 那個法說會能講的 難道會比白宮的這個半導體 會議再更多嗎 但是我相信 他會自己在15號 講出什麼細節 就是明天 很重要 明天在這裡面的細節是說 到時候 這個人家一定會問什麼 台積電 你到底要到美國蓋幾座晶圓廠 好 那到時候我們的這個投資的金額 大約什麼時候會回收 你最重要 這還是他的資本支出的金額 你大約就能夠抓出 你可能準備 未來在那邊蓋幾座晶圓廠 那剩下有些金額沒有的部分呢 是不是就是白宮 他講的那個500億美金的部分要做 這些部分就是我們市場上 一定要知道的 那剛剛股市的那個開盤 剩44 這個漲幅漲44 那準備又是要開 這個100多點 而且台積電大概上漲4塊錢 聯電也漲了1塊 那等於是台積聯電 紅海聯發科在這個盤前 這個目前為止 這個初期大概都是往上漲的階段 那包括塑化股也都是往上 但是我只能說 投資人這幾天你學到了嗎 每一天都用1萬7億來把你調 調你對不對 大家就跟進 跟進的過程當中盤中 還一路開高走高 看起來這個正法 也都給你排得很好 好像都沒有在呼嚨你 可是你最後呢 最後我們就要看有沒有這個開高殺低 那就是這個1萬7千點的步步驚心 聯電昨天這個訊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是說桑仲要結合他 那一起要希望能夠 這個做這個 光感 這個影像感測相關的這些合作案 那要抵禦誰呢 包括Sony 包括誰呢 還有包括抵抗台積電 那在這個情況下大家就覺得 市場就炸了鍋 中間盤中一直拼命買聯電 那結果最後你看 這個外資給你大買 大買之後 盤中以後突然有人抓到最新的訊息 這個訊息好像是落後的 那是前一段時間談判破局的事情 哇 這個情況到底是怎麼回事 不管了 外資不曉得他到底是知道或不知道 總是他可以買上來 買了6萬多張放第一名 但是這一兩天 訊息大概就會更清楚了 那所以 我們就看一下這個情況 後續的一個發展